你做完一個V6函數之後 那最好當然可以 向下填滿 比如說像V6函數有沒有 最好現在可以向下填滿 那我們剛剛什麼把公式複製貼上然後修改這個欄 貼上本來第2欄變第3第4第5 其實還有一個策略啦因為你想說 可不可以向下填滿 當然向下填滿 如果你要一下一次做完的話其實有個策略第一個 先把C2給鎖起來 對不對這應該必要因為向下填滿 編號一定不能改 第2的話呢就是這個列這個這個叫欄 那欄你可以跟什麼方式 可以自動產生呢 其實特別注意好這邊還可以利用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他可以取得現在的列號 那個列號要怎麼自動取得就是參照到你現在的列號 那在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有個函數 叫什麼 叫Raw Raw這個函數 他就可以參照到你現在 儲存格 位置是在第幾列 他不會管你第幾欄 他會管你第幾列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什麼 把現在這個 2有沒有 可以 利用那個什麼插入其他函數 前面這個箭頭 找到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那個 Raw 好 然後呢他會跟你講說傳回 Reference 中的列號 就是你儲存格現在的列號 按確定 那 Reference這個地方可以空白 空白的話就是指現在你優標放的位置 所以參照 我現在是第3列 所以 回來的話也是3 按確定 但是我要的不是第3列 我要的是 我要的不是3 我要的是多少 我要的是2 那怎麼辦呢 減1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把減1 好減1打勾之後 會不會查到是這個人的姓名 會嘛 那接下來的話你就直接向下填滿就好了 放開 全部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向下填滿 他現在變第4列了 4 減1 他們就3 再向下 全部都一次做完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你剛好你的需求是 那個 那個剛好數字剛好是跟列 有一定的關聯性的話 那你乾脆用列號 用真 或減 來達到你向下填滿的目的嘛 這樣都一次做完 對不對 OK 所以這裡的話 順便要多學一個叫Raw Raw 那同理可證 以後如果你要抓到藍的話 裡面不是有一個叫Column Column含數的話 他會抓到是第幾藍 那你向右 上右增加 他也是會去抓 不過他不是什麼C藍 或D藍 他回來的話就是3 4 也是回來是一個數字 他不是一個文字 OK 利用這樣的參照 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尤其大型式算表 有時候自動會去抓某個範圍的資料 就可以用Raw跟Column來完成 這個部分我們後面還會再講到 其實這個還非常好用 好 再來的話 我們用Match 所以 剛剛這地方 把這地方 刪掉 那 可是問題 你沒有用過Match 那怎麼 怎麼做 其實沒有關係 以後反正 你沒用過的函數 你就 先試試看 也無所謂 插入函數裡面 檢視與參照 裡面有個Match OK 可是 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裡面相關說明 下面有一個簡單的說明 另外的話 第一個是這個策略 就是你先看一下 第二個的話底下一個函數說明 如果你還是不太懂做什麼用 你就看一下函數說明 裡面有些詳細的說明 但是這個函數的說明 有的時候 你也不要很認真的去看它 因為你認真看會看不懂 它裡面是不符合 一般性 那個什麼文章的撰寫 的那種邏輯 它其實是 可能有點像那個 電腦翻譯過來 然後 單純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你把資料放上去 所以 其實不是很通順的 而且甚至很多地方 基本上是不通的 看完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在寫 不過至少你可以有個參考 一般性我會這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大概需要幾個參數 如果說 這邊有個中瓜糊的話 表示說這個參數是可有可無的 那如果一定要有就不會有中瓜糊 那裡面大概傳什麼 然後有零 零的話是完全一樣的 一或省略的話就是尋找小於或等於 負一的話是大於或等於 OK 另外還有一個範例 這邊有一些範例 我們來直接來看一下 如果 Match 比如說第一個 lookup 這個lookup value 這個跟那個value很像 要查什麼 查編號 OK 那在哪個範圍 按F3 在編號這個範圍裡面 那Match Type的話 我們完全一樣的 用完全比對 0 那他就會怎麼樣 把003 這個 在他的編號裡面 他是排第幾個 回來告訴你 喔原來他在 這個清單裡面呢 他是排第3個 好 可是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知道他是排第3個 但是 姓名還是沒抓到 所以特別注意 Match 他只能夠告訴你 某個字